OK 好 大家好 相信其實各大傳媒已經略有報導 在今天早上是有多名民主派人士 也都當中包括非常資深的 包括李柱銘等等 都是在家中又或者其他地方是被捕的 據我們的了解 相關的罪名是牽涉到去年多宗的一些公眾集會 或者相關的活動 在這一刻呢 詳細的詳情 我們現在這一刻還是資料搜集中 又或者是嘗試確認 是直接牽涉到哪幾宗的具體的日子 又或者活動 但是總的來說 特區政府其實現在呢 是趁立法會議員在財委會處理著 防疫抗疫基金之際 是作這個大規模的搜捕 當全香港人在這裏努力抗疫之際 他在這裏做政治上的秋後算帳 究竟誰是無心抗疫 究竟是誰是借抗疫之際 是做政治上面的這種安裝下流的活動 大家清楚可見 而這件事我相信並不是單一的 結合過去多次 無論是中聯辦兩辦的高調聲明 結合了國家安全日他們高調的說法 這個其實明顯看得到 是兩辦是希望借現在全世界 但忙於抗疫之際 根本就在做政治上面秋後算帳的行為 我只是補充一點 其實這個很明顯就是政府 是利用在法律上面的一些空子 去以法律的行為 去壓制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 大家試想一下就是在818號 10月1號都好 當然我們明白到政府是沒有發出 這一個是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 但是整個遊行的過程 其實一路大家都是相安無事的 這也是我們這麼久以來 大家是尊重基本法當中 所許下給香港市民的一個 是集會言論自由的一個空間 然後就是互相是在接納對方的意見之下 是讓個遊行可以進行 但是現在政府所做的行為 就是將在這個過程裏面的參與者 帶頭者是予以拘捕檢控 擺上法庭的程序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想製造一種的寒蟬的效應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也是在這個時間上面太過巧合了 正如AY講 在近這一個星期不斷見到中聯辦 港澳辦 政府的官員 舊電池 重重覆覆去講 香港社會面對國家安全的問題 究竟香港國家安全的問題在哪一處呢 是不是一個稻草人製造出來的 只是為了去令到香港社會禁聲的一個手段呢 如果香港社會是被禁聲的話 香港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 所以民主派無論如何都好 面對幾大的壓力都好 我們都必然是會團結一致 也都是會向這個惡法 向政府這個走向專權的政權呢 繼續奮戰 希望大家都能夠明白到 當前我們面對的是政治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而政府當局也都是趁火打劫 藉著在疫情當下 大家注意力去了抗日工作的時候 仍然繼續透過這個政治的行為 去為社會添煩添亂 這一個呢是大家都要認清的一個現象 我們曾經說到香港法律的法律 然後它變成了法律的法律 現在香港政府, led by Carrie Lam 是非常難以為為了解放火炮 在香港的反應 在香港的反應 怎麼會對抗爭動 或者在香港的反應 反應對抗爭動 在香港的反應 在香港的反應 反應對抗爭動 他們會否正在反應 他們會不會只要恐怖 但恐怖的反應 反應對抗爭動 什麼是他們的意思 他們會恐怖的 我认为我们可能只会获得了一个大标准的大标准的大标准备 所以他们都做了什么都可以做 尝试和抗拒准备的变化 但在一起我们站在一起 它们是很明显的录音 它们是很明显的录音 北京 loyalists, all the faggots, I call them, in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and whoever factions, whatever factions you can name, they are playing along, a script, obviously, written by Beijing, but then united we stand. Thank you. Thank you. 很明顯是令人覺得是有一個協調的 是已經是整個劇本一步一步這樣推出來 明天後日還有什麼行動呢 有多少位議員我們今天如果離開這個議事廳的時候 都會一樣是被捕呢 香港人今天面對就是中央政府一個希望全面管治 任何的空間都不留給香港人的一個未來 我們香港人要想一下 這個很明顯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但是對我們的未來對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我們可不可以忍受我們可不可以接受呢 這個就是中國政府今天給我們全香港人的一個問題 答案也都將會在香港人的反應裡面 想問一下你們擔不擔心你今天離開了立法會之後就會被拉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否所謂中聯辦公民聲明和所說的馬戲彈 好不簡單 就是我們是參與一個民主運動作為當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與者的話 我們一直都有各種的準備面對這個打壓 我相信我們所有的民主派的同事是很清楚知道 這一份的政治壓力只會與日俱增 因為中央政府中共從來都是他寫得很清楚的劇本 希望在香港能夠有個全面的管治權 正如剛才Charles說 現在他的目標是要百分之一百的掌控 不留滴水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只能夠是團結一致 也都有最大的心理準備去應對各種可能要面對的 在所謂的利用法律去令到我們禁聲的一些過程 但是我相信香港市民很清楚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能夠生活在一個我們熟悉的角度 熟悉的城市 如果我們仍然享受到我們應有的在兩制之下的保障 我們一定是會奮戰到底的 我們只能找到總統的市民 14 activist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we don't know if this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or not but it seems to us that on one h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s seriously afraid of the possibility of in the coming election that the political arena,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ill be changed. So in the past couple days they sent out a lot of messages saying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Hong Kong and they will take whatever means in order to tackle the problem and they put all the scenarios under this particular umbrella and I would say they are going to open fires to everybody in Hong Kong to assure that Hong Kong will under everything under their control in particular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 enactment of Article 23 so Hong Kong people has to be seriously looking into the situation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we can resist is we get to united, united together and then we can fight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 I will answer that I will answer that I will answer that Dr. Younson's offenses are organized and participate in unauthorized assembly on the 18th of August and the 1st of October last year Okay? Now there are 14 people who are being charged with these 14 peopl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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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